产后24小时母婴同事惹哀怨 威福部修政策砍妈妈意愿 母亲擦干孩子的泪水 那又是谁来擦干妈妈们 养儿育女的辛苦泪呢 威福部国建署自2001年起 推动母婴亲善医疗院所认证制度 其中为了鼓励未母乳 产后24小时亲子同事 也是认证的弊品项目之一 不过这项政策让许多妈妈非常哀怨 台湾女人连线去年针对育林女性调查 发现仅有25%的受访者 占成亲子同事 另外75%认为应有产妇决定 或不需要亲子同事 生产完真的全身的伤口都很痛 不管是自然产或是那个婆妇产 其实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收牙 那我们其实非常害怕有人来吵 不管是自己的小孩或是探病的亲人 另外目前的母乳不育交战首策 因为内容大多强调喂母乳才好 导致无法喂母乳或奶量不足的产妇压力很大 因为过度宣导母奶 所以就是变成说妈妈有压力 然后再来是你自己好像奶量不够 然后就会变成说 然后我好像没有那么爱我的孩子 或是我会担心我孩子营养不够 对此国建署表示 根据国外研究 亲子同事策略 是影响产妇能不能成功未母乳的重要因素 两年前国内六个月以下 婴儿的纯母乳补育率已达44.8% 高于全球平均38% 但为了让政策更友善 决定将产后24小时亲子同事 从母义亲善医疗院所认证的弊评项目改成加分 减轻护理事与产妇的负担 而母乳补育交战首策 也会删掉充满强烈意味的交战两次 另一页署总的话内容也首度加入 尊重妈妈自主选择及意愿 至于母乳悬眼部分 也将删除母乳是妈妈与宝宝爱的承诺 预计新版首策本月底完成 国健署副署长陈润秋强调 首策内容翻新 就是不希望产妇被逼着喂母乳 要让妈妈再没有压力下做决定 不过对于国健署翻新首策内容 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长黄淑英谈言 期待不高 她主张首策对母乳配方奶的资讯应对等 且对教导吃素产妇该怎么补充营养等内容都要有 否则人不够友善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小孩的状况会适应不同的母乳 或是不同的牛奶成分 不一定会是母乳最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去厘清这样子